那边起来吗 我是文杰 今天文达曲商行 带那边起一个柴火灶 这个柴火灶 城市都蛮稍稀的 这个也可以自己做对吧 对对对 有很多小朋友们 他们没体验过这种大锅灶 这种大锅灶只有农村才有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把它搬到城里来 把它精致化细化 这五花肉 现炒 大蒜 这个甲鱼啊 是宰杀之后没有洗的啊 你这甲鱼没有洗啊 对没有洗 因为它这个血在里面更有鲜度 会不会腥呢 不会不会 肯定不会腥 湖南有道很好的菜 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 叫血呀 它就是不放血的 到我们这次都是食肉动物 你看这个甲鱼 你看 经常有客人呢 客人自己来体验 每个人都是大厨 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个菜做到 一样的味道 因为我们有标准酱料 好 加酱料了 我觉得柴火灶特别有意思啊 特别的快酒 你们去过柴火灶做的东西吗 加上82年的啊 82年的过期白酒 你自己去的 生香气心啊 要亲朋好友到 虾王柴火照 每一个品质我们都要讲究 这个一道菜做完要多久啊 20多分钟 哦 对 怎么样就开始登的了 比如说起楼不如火汤 火汤不如闻香 先让你砍了 再把你牵了 终于会起了 我也半天的香了 隔着屏幕都感觉到香气扑鼻 天气有乐了 有到了武汉起虾子的节节了 今天起的是虾瓦才火燥 刚刚边炒过的五花楼 烧焯雨 焯雨裙边 鲜炒过这种花楼鲜香麻辣 它的鲠鱼跟我们平时起的那种金沙的鲠鱼 烧起来的那个感觉不一样 它是把它麻椒和辣椒的 就是那个花椒的麻味比较重 有到起虾子的这点了 今天你第一餐虾子在这里起了 好新鲜 实现小龙虾自由了 这么小模式都流行坏酒啊 我这应该是多磨吧 你叫火烧磨 单脖子慢慢 教员单脖慢慢 哈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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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